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國寶是日本文化廳依文化財保護法進行規範的有形文化財 意思是有極高歷史或藝術價值的物質性文化財產 我們這部影片將會介紹日本國寶建造物 根據文化廳的網站 2021年3月為止,全日本總共有228個國寶建築 有時候一個寺廟會有好幾個,比方說東大寺有8個 其他知名的國寶比方說,紀錄城的天守 大阪的駐籍大社本店 群馬的富岡仿沙場 京都清水寺的本堂等等 這些國寶通常也是知名的旅遊景點 甚至有些是世界遺產 很適合喜歡歷史文化的觀光客參觀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來介紹這些國寶建築給大家吧 東大寺為奈良旅遊的必訪景點 周邊的春日大社 以及新福寺 皆位於奈良公園內 也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散散不跟鹿打聲招呼 或是在商店街吃個點心 來賞精彩的半日遊吧 東大寺於西元728年興建 距境已有1200年的歷史 境內有8處建築於昭和以及平成年間 被指定為國寶 那我們來挑幾個國寶建築 順便簡單的介紹歷史吧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建築 應該是東大寺的國寶大佛殿 以及其內部的大佛吧 大佛殿現今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築 正面寬度7公尺 升50公尺 建築原本於西元751年左右完成 但由於平安末期 跟市體末期的火災損毀 現存的大佛殿是西元1709年的建築完成 內部的國寶大佛約15公尺高 是西元743年 由聖武天皇打算借助佛祖 老本定當時正治 而下遭建造盧神那佛 第17年而完成 大佛旁邊的重要文化財 虛空葬菩薩的坐像 以及盧一輪觀音菩薩的坐像 介於1752年完成 國寶南大門應該是大家看大佛之前的必經之路 原本的南大門於平安時代被大風摧毀 現存的於西元1199年 由重元上人重建完成 門高約25公尺 非常的氣派 國寶二月堂封寺十一面觀音 原本於西元1180年完成 但也因戰火二次損毀 後於1669年重建完成 並於西元2005年被指定為國寶 跟清水寺本堂一樣 二月堂也有一個木造的舞台可以觀賞奈良的景色 在東大寺旁的春日大社 是距今1300年前 奈良建都之時 由磁層縣的鹿島神宮 迎接五望垂銘命神像 來到神山玉蓋山的山頂浮於風 聽說五望垂銘是騎著一頭白鹿 從磁層縣鹿島神宮來奈良的 所以自古以來鹿就是成為神的四重 而受到良好的照顧 春日大社本身是全國一千個春日神社的總本社 境內非常的幽靜 而且被綠樹所環繞 非常適合散步 距今也有1300年歷史的新福寺的境內 有四棟國寶建築 非常值得拜訪 國寶五重塔是代表奈良的地標之一 原本於西元730年 由光明皇后所建 現存的塔於西元1426年重建 國寶東京堂於1415年建立完成 內部有蓮艙平安時代所建造 具有歷史意義的國寶雕像 奈良公園附近的商店街內 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甜點百明店中古堂 特色就是職人現場高速倒麻糬給你看 不要以為這只是普通的作秀而已喔 聽說這種製作方式 可以讓麻糬吃起來更軟Q 吃遍日本甜點的鮑勃也點了一個現做的艾草麻糬 口感Q彈 加上甜甜的紅豆 真的很好吃 鮑勃在加碼推薦另外一家甜點店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